我们穷极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 五个故事带你看懂经济 1.芒果骗局 这曾是特斯拉用过的一个面试题 是曾经在一个商人身上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有一个村子,村子里的人都是不爱吃芒果的 现在你手里有大量的芒果要卖给他们 你会怎么办呢? 现在告诉你那个阴险的商人是怎么做局的 商人每天都去村里大海,谁家有芒果啊? 我要大量的收购 商人刻意制造需求 在商业思维中这就叫无中生有 商人每天都去收购芒果 每天的收购价格都不一样 第一天收购10元 村民不知真假,试着给了一个芒果 商人果然给了10块 于是全村的人开始去找芒果 商人每天起价1块 第二天11元,第三天13元 第四天14元,每天只涨1块 在商业思维中这叫惯性思维 到第五天村民就会有惯性思维 然后就会有人抢在你面前把14块的芒果都买走 想在第六天按照15块的卖给你赚取一块钱的差价 市场经济中你要的就是这种人 必须让这种人赚到钱 因为一旦有村里的人通过倒卖芒果赚到钱 就会有一堆人跟风的 商业思维中这叫抛砖引玉 这天商人有事回程 他的助手对村民说 我偷偷把老板的所有芒果按照10元的价格卖给你们 等商人回来 你们再以15元的价格卖给商人 你们就发财了 村民封了一班杂锅卖铁凑够钱 将芒果全买了回去 助手带着钱走了 商人再也没有回来 村民等了很久很久 他们坚信商人会回来15元买他们的芒果 终于有人等不及了 毕竟芒果不吃就会坏的 就以三块钱的价格卖给了隔壁小镇的商人 其实隔壁小镇的商人也是那个阴险的商人 所以他现在有了更便宜的筹码 故事到这里 你们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因为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股市 商人就是庄家 芒果就是股票 助手就是内幕消息 村民就是散户 这就是为什么股票会一路走高 然后你会自然的被套牢 他们玩弄的就是人性 贪婪 下半段故事就是另一个套路 半年后 商人总算回来了 说是大病了一场 还是惦记着15元买芒果 村民们感叹商人信守承诺 自认倒霉 商人说 我的芒果被偷了 你们被别人坑了 我们都是受害者 这样吧 我说话算数 芒果还是15元 先前谁买的还是谁的 我先记个账 这时候商人并不满足 只卖芒果 如果你是商人 想赚更多的钱 怎么办呢 你发现了 有些村民特别想买芒果 但是没钱 于是呢 你就提出 可以借钱给他们买芒果 在惯性思维下 这些村民一致认为 这些芒果会一直涨价 涨价下去的结果 就是村民把手里的芒果 抵押给你 还钱回去再买更多的芒果 你不用起早贪黑的去卖芒果 却成了村民最大的债主 在村民还清贷款之前 这芒果的所有权 还是你的 左右都是你赚钱 这叫一亿代劳 随着事件的发展 就有一些村民发现 芒果其实并不是必需品 没有芒果 也可以过得很好啊 还不用背上沉重的贷款 这使你觉得 村民这种想法很危险 你担心会影响到 你芒果的延续性 于是你给芒果赋予了 其他的价值属性 你告诉村里的年轻女孩 一个连芒果都买不起的人 不配拥有爱情 于是那些不买芒果的人发现 我之前所有的荣誉 所有受教育的证明 所有奖学金 以及其他一切优秀的证明 都比不过个芒果 哪怕他心怀天下 哪怕他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也比不过那些 有好几个全款买芒果的男人 于是这些聪明的村民 也只能无奈地 跟着世俗的车轮向前 对芒果的价值 以及它的神圣意义 不敢再有其他的想法 又过了十几年 你发现村民繁衍后代的速度 已经跟不上芒果树 种植采摘的速度 按照供需关系 芒果早晚会降价 问题是 你手里有大量村民抵押的芒果 比如说贷款20元 买了芒果的这些人 一旦芒果降到了10元 请问村民 还会继续还贷款吗 不会的 所以你想了个办法 村民把芒果抵押给你 借钱回去 叫抵押贷款 那你也可以把村民 欠你的钱也抵押出去 这叫贷款再抵押 这样就把风险转移给了别人 你又一次套现离场 当芒果价格下跌了以后 很多持有大量芒果的村民 立马紧张愤怒 因为很多村民都是高位上车 贷款还不起了 芒果被拍卖了 之前20块钱的芒果 现在十几块钱就能买到 甚至更低 这时你三次入场 带着资金去抄底 玩的是不良资产那一套 这算不算趁火打劫呢 于是你手里又大量囤了芒果 你知道想再像过去那样卖出去 基本是不可能了 于是你又哭诉 想村里人拉你一把 村里也在研究 最后没有办法 前段时间不是把 私募炒芒果基金给打开了吗 于是你赶紧把你手里 这些不良资产芒果包装进去 至于价格至少翻倍 打包卖给私募基金管理人了 于是你第三次套现离场 看懂了吗 这场景你熟悉吗 对 这就是买房背后资本家压榨平民的操作 你是不是不清楚 为什么银行可以一直有不断的利息收入吗 因为房地产就是银行最伟大的产品 二 保险代理员和直销 一位高雄的老板只用了一招 今年已经赚了超过3000万元 这种方式有点缺德 不建议大家去复制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背后的逻辑 这位老板是做五金设备的 他的客户是工厂 设备大概是30万一台 利润大概在5万多一点 这位老板的操作非常的简单 首先他是在各大招聘网站去发布大量的信息 招募销售 如今的市场不景气 生意难做 人家招募的销售能给到5万元的底薪 已经很不错了 而他直接给出了10万元 这就吸引了很多的业务员来他这里来应聘 底薪10万元是一分不少 但是他有一个前提 就是有一个月的试用考核期 就是卖出去五台设备就能够正式的录用 如果卖不出就直接被淘汰 同时只能发到1万元的试用期工资 就这样半年的时间 他一共找到了400名业务员 卖掉了600台设备 直接就做到了千万的利润 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不到30人达标 大部分人只能够买到两到三台设备 而没有达标的直接被淘汰 而恰恰是这些被淘汰掉的人 几乎给他创造了所有的业绩 虽然这样看上去有些缺德 但不得不说这个老板的思路 是真的将借力这个东西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当我们生意不好的时候 或者不知道做什么生意的时候 关键原因是我们的思维段位还不够 三为什么你的东西一直坏190 这是一个阴间的搞钱手段 叫阴清阳道局 美国的苹果 微软 日本的索尼 韩国的三星 都是靠着这一手原地起飞 全球捞金 及时到今天 还有无数的奸商在沿用这个局 这个名字出自一个神话小说 叫搜神迹传说 古代经常闹鬼 于是老百姓就请来了驱魔人帮忙抓鬼 驱魔人团队 有两个人 一个师傅 一个徒弟 都穿着道袍 背着短剑 看上去就很专业 到了现场 师傅先是召唤天眼 四处看了一遍 发现闹事的 都是一帮刚毕业的小鬼 发力都很弱 于是就给徒弟使了个眼色 意思是 这种小角色 就交给你练手了 徒弟心领神会 立马开始拔剑念咒驱魔 要说这帮鬼 还真是不惊打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就全被徒弟给收拾了 师徒二人 收工回到住处以后 师傅问 你今天斩杀了多少鬼怪呀 徒弟说 七七四十九个 师傅又问 那么之后呢 徒弟回答 肃清亡灵后 又在四个关键方位上贴了符咒 这些鬼怪 一百年以内丢 别想出来害人了 哎 师傅叹了一口气说 你把他们都灭了 那以后 我们吃什么 徒弟一脸狐疑 师傅接着说 你知道为什么 你成不了顶级的驱魔人吗 干我们这一行 有个行规 如果有十个鬼 你最多除去二三 如果有五个鬼 最多除去一二 如果有一个鬼 你只要打发他走 就可以了 你这样一下子 把他们都消灭了 他们不再出来作乱 那我们不久失业了吗 美国加州福利摩尔 有一个消防局 里面有一个灯泡 这个灯泡从1901年一直亮着 亮了120年 生产这个灯泡的谢尔比公司 就是因为他们生产的灯泡质 质量太好 所以在1925年倒闭了 在此之后 美国五大灯泡厂商 组成了一个价格联盟 叫做太阳神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 就是所有厂商的灯泡寿命均 不能超过1000小时 消费者就不得不 每隔一段时间换一个灯泡 那么五大厂商就可以有源源不断的钱赚了 2018年德国明镜周刊报道 意大利反垄断权益给美国苹果开出了1000万欧元的罚款 理由是苹果有计划的淘汰智能手机 优导用户升级无法完全支持的系统 还不提供版本降级方案 借此刺激客户购买新手机 三星也一样 因为类似原因同时吃了一张500万欧元的罚款 为什么你花大钱买来的充电线没多久就坏了 你的护肤品一停是不是立马就出现各种皮肤问题 应亲扬道局的做局逻辑就是 在帮你解决需求的同时留下新的需求 你知道在商业活动中有问题才有需求 有需求才有利润 凡是喜欢做到百分之百的大部分都是科学家 而凡是喜欢做到百分之六十的大部分都是商人 我记得以前有段时间有个梗说 渣男的钱都是给女生看的 舔狗的钱才是给女生花的 前者在制造需求 只要需求在 关系就一直在 而后者一上来就不遗余力的满足需求 但是需求一旦满足了 那么请问你存在的意义是啥呢 4.先赚未来的钱 因为90后没有花一分钱就拿下了一家超市 并且在一个月的时间成功收款150万元 小伙子发现有一家超市地理位置不错 装修也还可以 但是老爸因为每月亏钱就准备甩手转让 转让费要100万 这个小伙子就和老板谈合作 我今天给你10万的押金 并且一个月后把90万都给你 如果给不了你我这10万也不要了 这一个月你先交给我来经营 老板欣然同意 然后这个小伙子推出了一个活动 顾客只要充1000元就能够得到1000 送1000元反1000元 具体怎么操作呢 充1000元反1000元就算了 还送1000个鸡蛋 最重要是还会得到1000元的现金 老百姓一听能够占到便宜都蜂拥而至 有1500元立即充值 那么这个小伙子如何赚钱呢 其实这1000个鸡蛋是一周领10个 可以连续领100周 老百姓就等于是锁定了近两年的时间 鸡蛋一周10个当然不够吃 领鸡蛋的时候 消费者肯定还会消费其他产品 反1000元相当于是消费者 可以得到折扣总价格的10%的金额 直到折扣到1000元为止 这1000元抵扣完成后 可以送消费者1000元的现金 因为这个时候消费者 已经在店里消费1万块钱了 通过这样的方式 小伙子直接收回了150万的现金 换了老板90万 他手上还有60万元的现金油 并且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锁定了1500名用户 这个超市有了源源不断的人气 你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理发店 餐饮店 健身房一经采用这种方法 要记得永不不是要卖便宜 而是要占便宜 为什么国家不鼓励太多存款 这是炎热小镇慵懒的一天 每个人都在台高筑 靠信用度日 这时从外地来了一位有钱的旅客 他进了一家旅店 拿出一张1000元的钞票放在柜台 说想先看看房间 挑一件合适的过夜 就在此人上楼的时候 店主抓住了这1000元钞票 跑到隔壁卖肉的大哥那里 支付了他借的肉钱 卖肉的有了1000元 横过马路付清了朱农的朱本钱 朱农拿了1000元去付了他钱的饲料钱 那个卖饲料的老兄拿到1000元赶忙付清了他的嫖妓的欠款 有了1000元这名妓女到旅馆付了他所欠的房钱 旅馆店主赶忙把这1000元放到库台上 一面旅客下楼时起疑 此时那人正走下楼来 拿起1000元声称没意间满意的 他把钱收进口袋走了 这一天没有人产生什么东西 也没有人得到什么东西 可全镇的债务都付清了 大家很开心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现今是要流通才能产生价值 而经济永远存在炒作 还有另一个搞笑的例子 两个经济学的学生走在路上 然后看到路边上有一坨屎 A对B说 你把这坨屎吃了 我就给你5000万 那个B为了钱毫不犹豫地吃了一坨屎 A也爽快地掏出5000万的支票给了B 他们继续走着 但是心里都有了一个疙瘩 A心想 他就吃了一坨屎 我就给了他5000万 真不值得 B心里想 我吃了一坨屎 才拿到5000万 真不值得 突然在路边 又出现了一坨屎 于是B要报复A说道 你要是把这坨屎吃了 我也给你5000万 A看到有这么一个机会 能够弥补损失 于是毫不犹豫地吃下了这一坨屎 但是两个人回过头来想想又觉得不对劲 两个人什么都没有得到 却一人都吃了一坨屎 于是他们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们经济学的导师 导师激动地喊道 天啊 你们知道你们刚才做了什么吗 你们就在刚才创造了一个亿的GDP啊 所谓GDP就是国家生产总值 在第一个故事 一张千元钞票转了五次账 所以创造了5000元的GDP 所以如果市场违离 比如现在市场不好的时候 人民一直在存钱 市场就会越紧缩 你就越难赚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家一直鼓励我们消费 如果我们不消费 他们就很难割我们韭菜 谢谢大家